王牌家族请上问答台 我们就是在这坐着看是吧 对 怎么观众 那我们坐着呗 那我来这个最狠的吧 真有哥哥样 刚才跟杨迪是怎么不合 是怎么回事 好了 都是开放式的问题 但都和王牌有关 好 沈唐 请问王牌播出时间是 每周五分 九点十分 一点毛病没有 好厉害你们 没有 这个是PD说不可以答错 这刚才合了好几遍 请问最喜欢的王牌环节是 传话筒 传话筒 传声筒 我不来说情怀 最喜欢情怀 可能花花最喜欢情怀 来吧 下一题 沈腾帅还是刘德华帅 刘德华 原本也 刘德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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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他中什么 你们要道具吗 沈老师 你拿着地挡着点 拿着地挡着点 刘德华 刘德华 我们俩说对方 再来一遍 请问王牌家族谁画最少 刘德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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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我背了 不是 刚才我不是提示大家了 不管什么都说沈腾吗 扎心了 看曾经 看见没有 什么叫家族的人 你看看 这就是家长会做的事情 我看出来了 腾哥假睫毛都丢了 真的不是小偷吗 真的不是你吗 是我吗 是你 可能画最少的是花花 因为我起码还有口播 让我在节目里 多说几句话 跟沈涛说 他画比你还少 他至少还有口播 我呢 腾哥 我看不下去了 来 怎么换位置了 实在顶不住了 我脸都给我滋漏了 最后一道题 我看谁要是喷了 下一季换羊笛 我跟你说 是吗 真的 如果是小彤错了 也换成羊笛 对 不管是谁 你俩撞行 这个错了真换羊笛了 王牌家族 本季的口号是 本季的口号是 王牌家族 谁都不如 谁都不如 王牌家族 本季的口号是 王牌家族 谁都不如 谁都不如 腾哥那个趋的 有话总都不敢拿上来 腾哥 你为什么边说眼睛 还边要往天上瞄呢 这么担心被换掉吗 因为我觉得杨笛确实 可以取代我 没有 这一轮王牌家族表现还是可以的 毕竟经过了两季的磨合 就智商起码涨了有六十倍 因为一直在我们 Vivo的这个照顾之下 对不对 哦 智商起码要涨六十倍 你要这么说 那肯定能拿去的 是 是 是 跟大家说一下 Vivo X30系列 5G手机变焦功能 这个六十倍 太强大了 如果你离到演播厅外面 都可以看清 腾哥已经脱妆了 这轮被喷最少的是 花花和二姐 厉害 我们请这个王牌先生 李总理 为我们送上这轮的特权牌 花花二姐可以选一张 谁选一个 花花 二姐选 你运气好 男人 那就他吧 偷天换日 哇 另外输掉的三组搭档 接受一个微博的惩罚 节目当天 在微博上 要发出一段 你们之间 让大家最意想不到的 聊天记录 如果没有聊天记录 就选择发一张 你认为对方最丑的照片 好好 待会儿就去拍